目前在花蓮市原住民文化历史馆展出的 《枝与缠绕作品展》 是集结了三位不同部落之一家的创作 而他们的共通点都是会做梦 这是真正的梦 在梦境当中有部落的故事 有仙人的指引 他们也把梦境转化成为编织作品 要让真实世界中的人 可以看到他们的传统文化 也连结了和仙人的感情和记忆 梦在太鲁阁族和排湾族的族语当中 有着相同的字缘 《枝与缠绕策展》诠释了 三位不同部落之一家作品 是彼此不同的梦 也是彼此相连的梦 他们透过编织与缠绕 希望让在此世遗落的事物 可以在梦中巡回 斯比其实就是梦的意思 它在太鲁阁语 还有在排湾语里面 叫做斯比或者斯比 就是梦的意思 《枝与缠绕》呢就是因为 我们这三个创作者 他们创作的方法 有的人是用编织 然后有的人是用编绕 然后都会用到线 都会用到布 然后都会用到一些编织的纹路 作为他们的创作的媒材 那为什么叫做梦呢 那是因为 这三个创作者 他们都是会做梦的人 他们在梦当中 可以跟过去的 已经以为自己遗落的记忆 重新相遇 跟过去以为自己遗落的 一些重要的人 重新在梦里面相遇 那这一次呢 因为办展览的关系 这三个会做梦 但是做的不一样梦的人 就在这个展览里面 再一次奇异的相遇 所以我们就叫它叫做梦 就是斯比 然后《枝与缠绕》 就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主题 《枝与缠绕》 策展邀请到屏东三地门大社部落排湾族的吴玉林 万荣枝雅干部落太鲁阁族的徐玉轩 还有秀林湘秀林部落太鲁阁族的朱豪杰等人参展 总共展出了20件作品 这个是阿罗外的作品 然后呢 它的作品主要是用缠绕的方式 它会用一些棉线 或者是用一些碎布 然后把它拼接 然后把它利用一些颜色的安排 然后利用一些布的结构 然后创作出这个特殊的造型 那像是这个伊伯玛台的话 它用的是一些泰鲁阁族的传统的织布的方法 还有一些泰鲁阁族的传统的织文 然后结合它自己 对于它自己对家族 还有对部落历史的一些追索 还有一些感怀 然后创作出它的作品 非党的作品 就是朱豪杰的作品 它的作品呢 也是利用一些泰鲁阁族 传统织布的方法来做它的作品 它的作品叫做织礼 礼就是礼物的礼 因为它觉得呢 它可以创作这个织布 是一种一些长辈 给它的礼物 它之所以可以创作 是长辈给它的礼物 但它之所以创作这个作品呢 也是它想要送一个礼物 给自己的家人 给自己的长辈 作为一个重要的延续 伍玉玲这次展出堆砌的梦想 大地的心跳等作品 并且有生命之歌的录像 而来自万荣的徐玉轩 她的透过梦境 还有布匹及投影影像 这两个作品呈现 希望可以传达 织文铺陈的梦境 而朱豪杰 她是少数男性的编织家 协文八号 是她把太鲁阁族最常见的 三行文 透过梭路的变化 营造出山水河川的既视感 枝与残绕策展 接启到12月1号 就在花莲市原住民文化历史馆展出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这一会欢迎是报道